youtro 嘿,大家好,m Foxx 今天我們帶來先來老噴打野的實戰解說 那這部視頻有兩場解說 直接告訴大家噴火龍會怎麼玩 這邊就是我的持有物的帶法 我還是一定要帶能量增波器 噴火龍是所有角色的大招回顧CD最快的 跟細胎模樣都是1分40秒 那第二名的是解拉奧拉 是1分52秒 我覺得噴火龍帶上能量增波器 再加上護盾 這個真的是 因為你的大招可以一直開 一直開真的是很爽 那噴火龍應該說 我們火恐龍第一波Gank要成功的話 一定要想辦法去拆到 投到球 拆到塔 那可以看我剛剛一直想投球 一直想投球 但是因為 吐顏兒的被動 就是灼燒啊 會讓我一直呈現這個異常的灼燒狀態 所以導致我剛剛一直投不了 那一樣呢 如果對方想要投球 你們要守塔的話 就是放毒 放毒這是最給小的 因為他是一個範圍性的 那這一波的話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我跟你講打野不要在一個地方 在Gank第一波的時候 浪費太多的時間 大概20秒 20秒到緊繃 30秒你必須離開 因為這段時間已經夠對方 去偷你家的野了 你呢 看到每一次 蜜蜂吃完了 球投完了 差不多就可以走了 那趕快去發育 你也必須趕快來到至少 一般角色 你至少要八等 比如說像火恐這種有需求的 我跟你講 你要想辦法Gank第二波 有沒有看到 我馬上在吃完剛剛那一輪野怪之後 我又往上Gank一波 因為上路現在是一個弱勢線 那我們現在來Gank上路這條線的話 哇 你可以看到 對方的這個 藤柱小將犯了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 一來他沒有守好那個塔 二來他讓我進化了 他死定 他們全家都死定 他們全隊都完蛋了 你真的完蛋啦 我這邊看到人蛙血上剩一半 大招毫不留情直接開起來 來你有什麼東西繳 就等著你繳 那這邊藤柱小將先殺 再看到人蛙直接抓起來 抓起來殺 成功收掉對方兩隻後排 請問一下 How to lose 這個烏龜已經變成囊中物了 對方現在這一堆小角色基本上是守不住我們的 因為我們馬上形成一波5打2的 5打3的這個狀況 那對方要偷基本上只剩下運氣 還有沒有要花的陽光烈焰 好這邊成功吃掉暴式龜之後 下路塔我跟大家講 能拆就拆 如果真的不能拆就不要硬拆 什麼叫做不能拆 就是你們吃完暴式龜之後 你看到對方的血量狀態 基本上都是滿的 你不要以為你多人家一等有多了不起 真的是 他們真的沒什麼了不起 我跟你講 他們可以至少吃兩個果實 再加上塔給予的防護 所以剛剛下塔 我看到苗頭不對 直接撤退 我們就直接轉往上路吃洛托姆 不要浪費時間 那這邊卡比獸他跳著 他沒有注意到洛托姆的血量 不然的話其實卡比獸這樣跳 是很容易拿掉的 好那上塔 因為已經所剩不住 你可以看到他上塔血量剩一點點 其實那個3點 我們真的是不應該讓這個 洛托姆來撞 因為太可惜了 要自己人把他給打掉 那你可以看喔 我剛打完暴式龜有大招 現在再打這隻洛托姆 又有大招 抓起來撞 那我這邊血量稍微偏低 不過我們的路卡利又看到我了 馬上兩肋插刀 趕過來幫忙 那這邊的話我是提攻的小孩 但提攻的這一趴沒有保護到我 所以我葛屁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緊接著馬上看下一波 不過這個烏龜戰 我一來我就直接先往對方的坦克撞 反正先撞死一個人吧 那他們上路下一個人肉頭 下路只剩下一個脆皮 再加上我有帶項尾喵的尾巴 項尾喵的尾巴呢 可以增加這個 呃...傷害65% 然後維持4秒鐘 好 好現在呢可以看到 我的大招又好了 我又有大招了 各位 我又起來噴啦 我殺... 我開始殺... 這邊燒一燒之後 我想要一個極超 極限操作 結果沒超好 直接落地 完美落地 被殺掉 很可惜啦 最後沒有抓一個人 好你可以看到 下一波這個 要打烏龜戰 打這個閃電鳥之戰 閃電鳥大集結 我身上又有大招 可是你可以看喔 這一波為什麼必須打 因為我們是有大招的 怎麼看隊友有沒有大招 你左上角頭上隊友的圈圈符號上面有亮燈 就是有大招 而這時候胖葛丁剛剛在下路 那就很可惜 這一波會戰我們是一個少打多 因為一觸擊發 劍拔弩張 劍在弦上 不得不發 結果我們 古月鳥也跑到下路去 不知道是覺得下路比較安全還怎麼樣 好現在重新的 又再打一波閃電鳥之戰 那可以看到 我又有大招了 嘿嘿我又有大招了 對方想說 這個噴龍是bug吧 是bug吧 怎麼可能 那有可能的事情 順便隨便摔摔 那來看一下大家注意一下 古月鳥 古月鳥站在對方的防禦塔那邊 那現在呢 古月鳥一直不想要撕 他一直不踩塔 來現在對方死三個對吧 現在人歪又漏頭了 OK 四個人出現 再來我們看時間下9秒鐘 好妙花漏頭 請問一下 古月鳥在幹嘛 請問一下 我就問你古月鳥在幹嘛 就問你你在幹嘛 你為什麼不拆塔呢 你為什麼不投球呢 你看 最後輸掉了 但是呢其實剛剛那一怕 說實在 我覺得我不要去吃閃電了 最後那個時間 那個moment 直接去拆下塔 應該是沒問題的 其實那時候有點判斷錯誤 但是古月鳥沒投球 我也是很神奇 先把鍋甩給他 馬上看一下下一場 時間到 time's up 準備來做一波gank 這邊找到一個好的草叢 結果被對方發現 好 對方已經發現了 我們來gank了 然後還是想要吃是吧 還是想要吃吃的愛是吧 那這邊路卡利歐往前進 抓到了 炎電狙蟹 那這邊往前打 往前打 看能不能收 能收一隻就一隻 先收再說 成功收掉之後 古月鳥為了吃那個 吃那個水狗 要補血 所以他耽誤了 他妨礙我們投球的時間 那他技能也繳完了 所以剛剛那一波 我覺得算是賺了 火恐龍基本上 在前面可以gank到一波 我所謂的gank成功 就是要投到球 能夠投到球 就是豪龍 如果可以gank第二次的話 那更讚 所以我現在往上路走 準備要gank給他第二次 結果發現 他們家沒人 家裡沒大人 那我這邊有點急了 應該是先讓路卡利歐投那個9顆的 因為我當下也不太知道 他到底有沒有過來 我想說 趕快投完 趕快去下路了 那現在我才八等 多一半 整體而已 這一場並沒有上一場來的順 但是呢 因為對方已經在吃暴式龜了 我必須過來 這邊一個R閃 應該是說一個閃線加R 比較可惜 不過沒關係還是成功的收掉了 對方的古月鳥 但走下來的時候 暴式龜嘛 歐漁了 所以這一波我們就先往後拉 那對方剛吃完暴式龜很high high起來 high起來 等級上優勢 但是我們的狀態也算是不差啦 所以這個下塔是沒被推掉了 那一樣 我們要是沒成到暴式龜 或是下塔已經守好了 就不要理了 就不要理了 直接往上路走就對了 那我這邊為了讓自己變成噴火龍 所以剛剛還是多吃了一個野怪再上來 通常我們會吃完 洛托姆這一波之後再回去吃自己家的野區 因為這樣才能夠保證 整個在節奏上 因為我們 這個遊戲最重要就是搶大型地圖物件 你搶完之後才會形成一個陰陰無大事走的狀況 那這一波 因為我們身上其實有很多人有40顆球 所以我想了 這一個洛托姆一定要讓他撞進來 撞進來有沒有 所以我大招直接開起來 然後發現隊友沒跟上 沒人輸出 哇剉賽 完了我這邊先搜一隻 試一隻 帶走一隻妙花花 遇三家手牽手一起去子怨陣 好 沒關係 我這邊呢 因為剛剛的死亡 所以導致我農野的節奏變慢了 所以呢 因而 我現在要打這個暴死龜 沒大 完了 沒大QQ捲半 那直接吃了 直接吃 你可以看我這場帶的是閃現 並不是向尾喵的尾巴 因為 我覺得 比較起來還是閃現靈活一點 那這邊可以看到隊友順利幫我們卡開位置 結果閃電狙蟹想要來搞 還好呢 還好 路卡利歐成功的 阻止了閃電狙蟹想要壞壞 那我現在呢 大招又要準備好 在這個時間 這個moment開大招是沒問題的 大家注意一下 噴火龍開大招的CD 就是1分40秒 所以如果你中間有投球 投球不管投多少 都是減3% 減3%CD 你投1顆是3% 投10顆也是3% 投100顆也是3% 欸不對 頭1顆是10% 不好意思 我講錯了 投球就是10% 吃野怪 吃什麼野怪 大野小野中野 迷你野 全部都是3% 所以這個小細節 大家去注意一下 那這邊的話 雖然要打閃電了 但是我這樣 我就是噴火龍 我時間允許 我就是屌 就是爽 就是直接抓起來死了 那看到人挖 欸幹嘛 一個閃現有沒有 這是一個R閃 什麼叫R閃呢 就是火焰拳按下去的同時 再按出閃現 應該不是同時 是我按完火焰拳之後 馬上再接一個閃現 就可以打出剛剛那一套 那我個人認為 噴火龍呢 還是選這個閃焰衝鋒 加上火焰拳 是最好的 千萬不要再選噴射文 或大字報 我跟你講 我是一個很愛實測 各種打法的人 所以我真的測試過之後 我發現 綜合起來 還是閃焰衝鋒跟火焰拳 最實在 最靠譜 因為有位移 又有CCG 能不愛嗎 好這邊的對方 已經呈現非常落後的狀態 熟 我們現在必須守護好這個閃電鳥 那我現在身上是有大招的 我看到沒有他走下來 我直接抓後排 沒你怕 直接抓 直接噴 直接嚕起來 那這邊很可惜呢 因為我看他開大很多護盾 滿滿的 結果我走到哪裡 都是護盾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everybody 有護盾 那最後這個閃電鳥 重新被我們吃掉 所以這一場呢 也是 我們贏 We Win How to lose How to lose 這邊呢 就分享給大家噴火 我們打法啦